欢迎收听快川之饭派又黑花了 无奈神兽虚空 来咯来咯 第三百二十七集 南巡听到这话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总觉得去了之后 不会有什么好事情发生 小八已经开始嗷嗷叫声了 嗷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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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嗷� 摸脖子上的项链 嘴角止不住的上扬 怎么拉都拉不平 钱哥 这个钻石项链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欧钱看向镜子里的女人 微微挑眉 怎么样 喜欢吗 不是因为这项链是什么 凯瑞大师设计的才喜欢 而是因为 它是你亲手给我戴上的 不过钱哥 你是什么时候给我定做的呀 我都不知道呢 上小水 你是不是想多了 我什么时候说 这条项链是给你的了 你今天晚上在云姐的 生日宴会上说的呀 所有的人都听到了 是吗 我不记得了 这条凯瑞大师设计的项链 确实不是给膳水定做的 是因为去年 凯瑞大师要隐退 他又恰好遇到了凯瑞大师 凯瑞大师觉得他有演员 所以就给他做了这条项链 让他送给以后的太太 知道膳水就在蒋云生日宴的时候 欧钱直觉会用到这条项链 就半路折回去拿了 听了这话的南巡 眼泪掉下来 他连忙捂紧了脖子上的项链 钱哥不带这样的呀 送出去的东西 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 凯瑞大师亲自设计的项链 价值连城 山小水 你什么都不付出 就想这么吞掉吗 嗯 南巡一噎 突然从这话里 听出了点别的东西 今天晚上看你表现 如果表现得不错嘛 这条项链就送给你了 南巡 呵呵哼哒 我要是表现得不好 你这条项链除了送给我 还能送给谁啊 南巡将头扭向一边 拒绝交流 欧钱扫他一眼 嘀笑出声 别墅很快就到了 欧钱不急不缓地把车停好 然后直接将车内的南巡 抱了出来 扛进了屋 钱哥 我有脚 我可以自己走 我呀 只是想帮你省点力气 南巡 欧钱的别墅 装修风格简单 而且极具现代化 窗帘和门是遥控的 电视机居然可以声控 开关换台 南巡对此表示很吃惊 小巴呵呵一声 土包级啊 南巡翻了个白眼 再土都比你这个上古神兽的老古董好 喂 也是与时拒于尽的徐空兽 什么世界没去过 南巡不跟他争 小巴也不跟他争 开始在心里暗戳戳地打算着什么东西 南巡本以为 欧钱都直接把他扛进门了 肯定猴急猴急地想做什么不可描述之事 哪料 对方将他抱到床上后 说了一句你随意 然后他就 走了 走了 欧钱坐到床对面的桌前 开了自己的专用电脑 然后打开一个什么公司网址 在键盘上敲敲敲的 都不理南巡 南巡偷偷瞄了一眼 看不太懂 他盘腿坐在床上 发呆 本来想回去洗个热水澡的 哪料被男神扛回了家 要他在男神家里主动洗澡 他表示太害羞 做不到 而且衣服什么的都没戴 总不能洗完澡光着出来吧 南巡放弃了洗澡的打算 他突然想起 自己好几天没有上传男神的素描画 也没有在满满上给个解释 心里突然产生了浓浓的心虚感 于是小小声地问欧钱 钱哥 屋子里有纸和笔吗 我想画画 欧钱停下了手里的活 从旁边的抽屉里取出纸笔给他 还细心地找了一本书给他垫着 然后两人一个工作一个画画 气氛无比和谐 敲键盘的声音 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 然后消失 欧钱处理完一个分公司的极箭 迅速关了电脑 回头看南巡 他在认真地画画 长长的睫毛轻颤 眼睛微垂 身上还穿着那件白色小礼服 圆润的肩膀和锁骨十分漂亮 再往下 隐约可见一道沟壑 修长的双腿随意地盘着 裙摆比较短 又因着这随意的动作 大腿根都露出来了 欧钱的目光深了深 突然想到什么 他拿起手机打开照相功能 然后测了测身子 调了一个看不到扇水沟壑和大腿根的角度 将自己的大头和床上那埋头画画的女孩 一起收入了相框之中 南巡没有偷懒画Q版欧钱 他将今天男神穿白色西装的模样画了下来 欧钱一手插兜 站在灯光下 双眼直视前方 目光温柔而宠溺 将今天的宠溺版男神素描画 上传到满满上 再配上一段画文字 唉 这几天累得都下不了床了 只能忙一偷闲给大家送福利 看见欧钱男神今天这么温柔的面上 你们就原谅我这几天的偷懒吧 发完说说 南巡一下仰头倒了下去 在床上翻了两个滚 欧钱见他发完了 按下了手机上的确认键 将刚刚编辑好的一条动态 也发了出去 接着他开始脱外套 解衬衫扭扣 南巡犯了会儿懒之后 又爬了起来 他才刚刚坐定 一张放大的俊脸 便突然出现在了他面前 嘴猛地被雕筑 几乎是在接触的一瞬间 就点燃了熊熊大火 欧钱迫不及待地将他压在了床上 大掌灵活地拉下了他礼服的拉链 一拉到底 像剥鸡蛋壳一样的将光溜的他从衣服里剥了出来 温柔地剥完扇水小鸡蛋 轮到自己的时候则随意许多 脱了一半的衬衫被他一把扯掉 皮带也迅速抽离 欧钱直接抱起扇水小鸡蛋去了浴室 直接从浴室开始激战 石区的小八早已屏蔽了五十 迷人的夜晚 偌大的别墅里 欧钱和南巡上演了一场年度妖精打架 战况激烈无比 浴室 大床 地毯 光溜的小妖精甚至被压在了玻璃窗上 南巡吓得心脏都跳出来了 后来发现这玻璃是特制的 里面的人能清楚看到外面的风景 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 他才大大的松了口气 可即便如此 南巡还是紧张地绷紧了神经 小妖精 你放松些 欧钱在他的耳边低传 和他一起看上窗外的景色 南巡的小脸贴在玻璃上羞愤倒 你不要脸 然后欧钱就让他体验了一把 什么叫更不要脸 一夜激战 腰断了 腿站了 嘴麻了 天快亮了 妖精打架才终于结束了 大床上 两人四肢纠缠着 睡了过去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